我们俩的意见不合 那你就是偷鸡取脚 偷梁换柱 发到广州份公司去的 可能怎么说孟文静 明天 不用来 但是对于杀当当 我绝不能放弃 是不是认为 回收计划这是装样子 公司文件 有今天合作那两个班 请去和苏翔查聊一下 如果他们决定 让我当替罪牙 等等 这些事情不用你做的 有保洁阿姨 她擦得不干净 我再擦一遍没事的 花我都浇过水了 而且特别小心 哪儿都没见识 就是苏浅昌的桌子 我没敢动 其实呢 畅畅人很随和的 昨天可能是因为 怕任务完不成 所以才有点着急 我给你一遍 好 早 曼琪 浅昌 早 昌昌 今天整理库房 你一会儿带点清单 跟我过去吧 我正在改报表呢 拉拉说之前的报表 不太合理 让我创新一下 曼琪姐 你看我跟你一起去行吗 曼琪 让荡荡给你去吧 正好她还可以熟悉一下夜了 好 那你跟我过来吧 可什么都别乱动啊 你放心 你说什么我做什么 绝对不会轻举妄动的 走吧 走 坐好了 你看看行不行 我让同学拿了 他们公司的空白报表 他们公司那儿管理流程 可是一流的 下了不少功夫 那当然了 你可是我的导师 在别人身上做那么多 无用功 回报率可不敢保证 畅畅 当当才是大司的学生 我也知道他底子没有你好 我希望你有空的时候呢 能够多帮忙他 而不是一副决人千里的样子 我尽量了 朗朗 下午有空吗 我的公寓领域 营销已经差不多成型了 想听听你的意见 你不是说要为盈利服务吗 盈利的项目我可不是专家 盈利的部分我负责 不过公寓领域还是您比较有经验 陈总 我们俩的意见不合 我看你还是去找公关部吧 这样最起码可以保证曝光率 别那么一心有事 三百六十度评估马上就要启动了 你真的要放弃这个计划吗 我下午还有事 明天再说吧 别 项目不等人 就今天中午吧 一起吃饭 我一点半就得回去 你有什么事情赶紧说吧 是这样啊 我的初步设想是 针对迪逼这类的产品包装污染 启动一个回收机制 接着怎么样 回收机制 这个想法不错啊 不过回收机制是需要 整个供应链的配合 你打算怎么说服提姆呢 回收机制更侧重于倡导 会议整个行业 履行受为责任 很多大的环保公司 都决定跟我合作好 那你的意思是 只做做表面稳着 话别说得这么难听好不好 事情要一步一步做 路要一步一步走 何况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预算和钱 来发动整个行业的改革吧 再说就算是倡导 我认为也是好的 但是你仍然会对媒体说 滴逼要啟動回收機制 對 那你就是偷機取腳 偷梁換柱 對不起 像你這種創意 我沒有辦法配合 蘭蘭 路易斯好像找你有點事 什麼事啊 我也不知道 好像是因為沙噹噹吧 沙噹噹 他只是個實習生啊 路易斯為什麼 具體情況我也不知道 不過好像他把路易斯的文件 給快遞錯了 現在麥奇正追著 給快遞公司打電話呢 你的下屬 把我要交給Tim的人事報告 發到廣州份公司去了 人事報告是保密的嗎 我不管你們有什麼方法 必須盡快給我追回來了 如果廣州份公司的人看到 這個後果 你肯定承擔不起 好 我馬上就去辦 贅然 拉拉 雖然夏淡當是實習生 但也算是你的下屬 他出任何問題 責任 都在你身上 拉拉姐 對不起 我放送袋子了 好 玛丽 电话打了吗 文件现在到哪里了 当当发的是佳吉 已经从快递中心去机场了 喂 您好 我是地闭公司的杜拉拉 我们发错的邮件 里面是保密文件 所以必须得拿回来 我知道已经装车了 麻烦你打个电话给司机 我马上自己带人过去找 好 谢谢 走 去机场 一整车怎么找啊 我跟你去吧 你们是地闭的人吧 对 就给你们一个小时的时间 你要抓紧 过了我就要走人了 您放心 我们绝对不会给您签麻烦的 怎么会呢 都找遍了 怎么会没有呢 还没找到啊 都到点了 师傅 我们还没找到 麻烦你再给我们点时间 好不好 不行啊 我马上要去交接的 说好给你们一个小时的 师傅求求你了 要是找不到那份文件 我工作就保不住了 您看着跟我爸爸差不多大 要是有女儿也才刚工作吧 您就体谅体谅我们吧 这个 那好吧 就再给你们一刻钟的时间 可要抓紧啊 谢谢啊 快点找吧 对了 那车里面有个夹缝 你们找了没有 上次就有一份文件卡在那里 第二天才发现的 你去找找看 我这就去看 来来来 去那里 对对对 好 别找到了 找到了 找到了 喂 来 你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找到就好了 咱们该立活公司吧 师傅 今天这日谢谢你了 不用谢 现在啊 像这样拼命善良的孩子 正不多见了 你这个做丧事啊 真是好死气啊 好吧 走了啊 拜拜 找到了 是这份文件没错吧 分公司中层经理的评估占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份文件没错 如果不能来上班 我真不知道该去哪儿了 我们学校这个暑假也不提供宿舍了 我最近不走运 房东要卖房子 所以 这几天我都在办公室打地铺 办公室 你现在还不是正式员工 要是让路易斯知道 那就更麻烦了 我最近一直在找房子 有一家已经差不多了 你放心 顶多两三天我就搬过去 那我陪你去吧 那决定了就付定金吧 要不然我就给别人了 先付三押一 一共是两千八百块 不是说好了押一付一吗 阿姨 我身上一共就只有八百块钱 我先付你一个月的房租 剩下的我下个礼拜给你行不行 这孩子都来了三回了 每次我都得陪他看房 再不决定我可不奉陪了我跟你说 后面等着要的人多的是的 押一付三就押一付四 娜娜姐这怎么行啊 我让你陪我来 不是问你借钱的 没事等你发工资了再还我呗 那好那你等一会儿 我去给你写个搜据 谢谢啊 来 饿了吧 咱们一起吃点东西去 娜娜姐你也饿了吧 都是为了陪我 我请你吃饭吧 好 我还真有点饿 我也是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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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娜姐 刚才真多亏了你 我现在连个实习岗位都保不住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以凑够钱还你 以后的日子 真不知道该什么样了 这样 明天呢你照常来上班 路易斯那边我去劝劝他 真的 可是路易斯 刚才说得很清楚 我不想连累你啊 这个时候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呀 你是我的实习生啊 我本来就要对你负责任的嘛 请进 路易斯 我还是想跟你聊一下沙当当的问题 我已经明确表态过 我想 没必要再谈 我想问您 您听说过乙族吗 看过一些报道 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昨天我去了沙当当的住处 他就是典型的乙族 所以他对这件事 我还是想跟你说是 我还是想跟你说 那些人 我也是 我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收计划真是一个很好的营销点 你看媒体的反应多强烈 谢谢你带我来 就是担心雷声带有点小 陈总 陈总 我们报社想对您的回数计划 作为一个全系列的追踪报道 首先谢谢各位的关注 但是我们的项目才刚刚启动 暂时还不方便跟媒体投稿 没关系 我们希望呢就是全程跟踪 哪怕是一个试点也是可以的 我的助手已经有你的名片了 可以公布的时候 他会第一个通知你好不好 好 谢谢 我还有事 失陪了 吴坤 我照顾算机 那 安 安 她的一个报告 什么事 来啦 陈锋为什么拒绝媒体 跟踪报道 这多好的曝光点啊 他不是说了吗 实际还没到 你去整理一下会场的资料吧 我有点事 找程通的资料吧 陈总 今天谢谢你过来啊 也没什么可谢的 我也只是个摆设 刚才看见了你拒绝媒体的追踪报道 为什么 我说了 时间还不到 可是你也知道 那些媒体对这次的回收计划 真的很重视 如果我们现在启动 其实还是来得及的 哪怕先做几个试点呢 都可能会达到你所说的 那个倡导的效果 凭什么认为回收计划只是装样子 我已经让二十家区道商 在商场试着回收点了 一个月以后 我会让记者去参观 到时候还麻烦你配合一下 志愿者互动 我先走了 拉拉姐 我前两天一直都躲在库房 不过那边事情都结束了 路易斯的意思怎么样啊 实在对不起啊 我这两天忙得忘了 路易斯呢 已经决定不再追究了 但是你要千万小心 以后不能再犯错了 你放心 我绝对加一百个小心 去忙吧 我看就走了 我希望我们去拿 我去吧 好了 我antically的需求 我回到回头 真的你想要 他要對你的工作負責任 其次呢 他是一個經驗豐富的老員工 而這些經驗都是你所缺乏的 以後像這些事情 都得先向他回報 我知道了 可這麼多規矩多沒效率啊 規矩也是職業化的一部分 你不會反對職業化吧 餵你好 我是滴畢人力資源部 杜拉拉 陳總 行 前期的準備我們就這麼幹 進 那個記者已經開始安防了 你盡快部署好 帶他去我們推薦好的回收點 好的 我知道了 如果只帶他們看推薦的回收點 那不等於欺瞞媒體嗎 你以為真有隨機安防 這回事 這不是法治節目 這次所有的媒體 對我們的回收計劃都很感興趣 而且這關係到公司的名譽 我覺得你還是小心一點 我已經有應對方案了 不用擔心 既然你還有事要忙 那我回頭再找你說 志願者活動的事 好 來 茶茶茶 正好 還沒有走 陳總你確定過了 幫我把這份打印一下 好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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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經 我們的回收機制怎麼有兩個版本啊 公司文件 原隊內和隊外兩個版本 你還太年輕 以後就懂了 幫我把這份打印一下 我把這份打印一下 你給我一個存在號碼 我發個福本給你 隊友 市場部那邊的事情做完了 完了 拉拉姐 雅琪回來了嗎 經理工資深不清雷批訓設備 庫房那邊忙不過來了 雅琪去和供應商開會了 你先去登記吧 等他回來我就讓他過去 要實在忙不來 我跟你去吧 反正我現在這兒也沒什麼事 你幫我 可是那邊是庫房啊 髒乎乎的 說不定還要搬東西呢 大家都是一個部門的 你能幹得了的我也行 走吧 總算是有點團隊精神了 去吧 要是搬重的東西呢 就找楠楠幫忙 千萬不要沉了 放心吧 朗朗姐 我今天等記者 當我等了一個多小時 記者也沒有來 等我回來的時候才知道 記者去了另外一個 我們沒有事前安排好的 回收點去採訪了 出了這樣的事情 我們都很遺憾 不過這和我們人力資源部 有什麼關係嗎 聽記者説 是一名市場部女員工 透露地址 而且昨天 我還讓你的手下蔡潛唱 打一個回收計劃 她還接了李坤電話 這不是很明顯嗎 那有一點我就不明白了 你們市場部 難道只有一個女員工嗎 而且只有蘇潛昌 知道這個事情嗎 你們為什麼會一口咬定 就是她呢 你給我聽好 我們市場部 所有人都知道 官方說法和內部版本 是有區別的 在記者面前 絕對不可能亂講 這叫職業 出了這麼微妙的事情 你們居然一口咬定 就是蘇潛昌 她根本就不是你們部門的 員工好不好 來了 我們現在並不是在追究 她的問題 只是我覺得 如果真的是她說的 她應該告訴我們 你知道嗎 而且我特別想知道 她還有沒有跟其他的記者 透露過 我們是要做傷害控制的 這個你放心 我回去一定會和她談一下 但是有一點 我必須要明確地指出 出了這樣的事情 是你們部門的工作不到位 我絕對不會允許我的手下 做替罪羊的 放心 我們對事不對人 而且陳總已經去處理 報道的事件了 也許根本就不會登出來 能控制當然好 要不然這樣 一會兒你和我一起去 和蘇潛昌聊一下 蘇潛昌 我跟李坤有些事要跟你談 你有什麼事啊 我先問你 在市場部報案忙以後 你有沒有什麼事想跟我們說的 你這話什麼意思啊 我看我還是先跟她單獨談一下吧 好吧 那你了解清楚之後 盡快通知 趁門那邊我也需要我消待 好 走了 出什麼事了 私人的事情和別人無關 蘭蘭 謝謝你剛才沒告訴大家 看你的表情我就知道你闖禍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怎麼忽然把內部資料告訴記者了呢 我真不知道 還有內部和外部兩種文件 我當時看李坤沒在 那記者又挺著急的 就想幫個忙 後來董卿跟我一解釋 我當時就只要捅大樓去了 那你昨天怎麼沒有把這件事情告訴我呢 如果當時改口的話還是來得及的 我不知道事情有這麼嚴重啊 再說了 誰想到市場部的工作就是兩邊怕 王偉哥當時也沒跟我説會有這事 先不管他們的工作方式是怎麼樣的 我們都是一個公司的人 這件事情真的很嚴重 這樣的話我們的回收計劃 很可能會發生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轉 會變成負面新聞的 反正現在說什麼也晚了 如果他們決定讓我當替罪羊 那我也沒什麼話好說的 你也沒有必要 有這麼強地抵觸情緒 我已經跟他們表明態度了 我會讓你背黑過的 是嗎 蘭蘭 蘭蘭這事是我依然做的 我也不想你為難 不管他們怎麼處理我 我都已經有心理準備了